大家好,歡迎收聽網韓編輯部的節目 相信大家都知道,普京昨天發表了一項震撼全球的講話 宣佈了啟動部分動員令 這次的動員令可以說得上是俄羅斯自以前之後首次的動員令 到底這次的動員令能否扭轉俄軍的困局呢? 這次就和大家探討一下吧 在節目開始之前,希望大家點讚、訂閱和分享 最緊要就是訂閃我們三個頻道 網韓編輯部整個不同的浪費冷氣 就是對我們團隊最大的支持 除了普京發佈了部分動員令之外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也補充了 這次俄羅斯實施部分動員令這個過程中 將會徵召30萬的預備役軍人 另外他也提及到俄羅斯有巨大的資源能夠動員最多2500萬人 然後在俄羅斯各地將會相繼成立這個軍事委員會 而預備役人員也就是那些曾經復過兵役的 而又退役的軍人 除此之外,頓巴斯區有四個地區 也將會在23至27號進行全民公投 公投拼入俄羅斯的版圖 並且邵伊古也特別強調俄軍會以一切的可能性 來完成保衛國家的使命 另外他也提及到 而目前俄軍在烏克蘭投入有20萬的兵力 這一點遠遠低於烏克蘭軍隊的數量 所以俄軍過去兩個星期都可以說一直陷入於被動 聽上去,俄軍今次的動員令都可以說 直接針對俄羅斯的問題 另外,邵伊古也提及到 俄軍在烏克蘭戰爭中陣亡的人數有5937人 相對於俄羅斯聲稱有20萬的兵力投入到這場戰爭中 到目前為止只是損失5937人敵環 究竟有沒有需要實施這部份動員令呢? 這一點我就有很大的疑問 從烏克蘭方面估計就有5萬多名俄軍陣亡 而從美國方面估計就有萬人陣亡 相信不多不少 無論烏克蘭也好、美國也好 對於俄軍的評估是會有一定的水份 但是俄羅斯公布的數字只死了5900多人的話 我反而覺得這個數字好像偏低似的 如果我們拿一個中間約數的話 我相信俄軍就死了大約1萬人左右 死了1萬人 常規部隊大約10萬人 當中少了十分之一之後 這樣才能夠解釋得到 為什麼要實施這次的部份動員令 如果只是死5千多人 根本就沒有這個理由要實施這個動員令的 另外俄羅斯就有法律明文規定了 俄軍的義務兵是不能夠出境作戰 正因為這樣 就只能夠派出常規部隊投入這個俄烏戰爭 而這些致願服役的軍人 他們的訓練水平比一般的義務兵高很多 雖然這些預備役軍人在過往 嚴格來說都是接受過軍事訓練的 但是這些預備役軍人已經退役了 意思就是也是缺乏了訓練的 正因為這樣 據說俄羅斯也會對他們 再進行一次的圍棋一個星期訓練 30萬的人數能否在短時間之內 抵消俄軍在戰場上的數量的劣勢呢 尤其是俄軍所佔領的地方 戰線拉得很長 所需的兵力也是非常多 來自美國那方面的估計 俄軍所投入到烏克蘭的正規軍 總兵力沒有超過10萬人 另外也因為這樣 他們也需要依靠烏東的民兵組織 以及僱傭兵組織 來承擔一些防守任務 不過這些烏東民兵組織 以及一些僱傭兵 他們的訓練和裝備 比俄羅斯的正規軍差很多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圖 這張圖是在戰爭進行到第152天 顯示到俄軍所佔領的面積 面積多達12萬平方公里 相比正規軍大約只有10萬人 意思就是 每公里只能夠分攤一名俄軍 雖然這種計法算是比較粗略的估計 一般來說 士兵只會集中在前聖居多 但當中可以告訴大家 俄軍兵力不足是過往一直以來的問題 由一開始進攻的時候 兵力不足的問題也不算嚴重 因為通常進攻方有主動優勢 亦都可以自由選擇進攻的方向 都會針對敵方的弱點來打 意思就是兵力較少的地方去打 雖然一開始的時候 俄軍的兵力上是不夠烏克蘭 但是都能夠打到烏軍節節敗退 自從今年6月以來 俄軍暫停了向頓巴斯方向的攻擊力量 主要的原因就是 主力部隊需要進行修整和補充 另外 烏克蘭軍也獲得從北約所提供的武器 趁著俄軍需要修整和補給的時間 進行大反攻 當反攻一開始 第二局勢就隨之而出現扭轉 從攻擊方 俄軍就變成防守方 而俄軍由於需要維持一條防線 那麼原本的兵力就會分攤了 但是大家要知道 俄軍本身的兵力已經不夠多了 還要再分攤的話 對俄軍來說就形成一個非常惡劣的局面 加上來自北約和美國的偵察能力 亦都令到烏軍可以說得上輕輕鬆鬆就找到一些很多不同的目標 能夠選擇性地從俄軍最薄弱的位置單刀直入 在這一點也解釋得到 兵力不足就是俄軍最大的問題 在我較早前有另一節也特別提及到 就是烏克蘭軍利用一些航拍機 就已經可以輕輕鬆鬆地找到一些攻擊目標 來到去轟炸 在這樣的情況 意思就是告訴大家 俄軍的防守能力是不足的 正因為這樣 普京也下達了這次的動員力 徵召30萬的預備役 就是重點針對俄軍兵力不足的問題 相信俄羅斯是會很快地加速向 向盧金斯克、頓獵池克、喀爾松松和紮波羅葉 這四個地方推進 並且在接下來幾天 這四個地方都會進行入俄公投 相信過了27日 這四個地方就會正正式式拼入俄羅斯版圖 然後義務兵就可以合法部署 去到這四個地方進行守衛任務 從而也可以令俄軍騰出更多空間 讓他們的主力作戰部隊 再進行一次紮結 然後反攻 不過這樣 俄軍只是靠家人手 增兵 他們有沒有進行一些調整呢 我所指的調整就是 要重新鞏固防線 武器方面也需要進行大範圍的補給 如果防線不再重新鞏固 仍然維持著這麼大面積的佔領範圍 再加上推上去的 都是一些預備役軍人 訓練素質當然沒有正規軍那麼好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算你人手多了 亦都不一定會改變 戰場上的被動局面 而普京也特別提及到 他就說今次的作戰 就不是針對烏克蘭 而是針對整個西方集團 直斥不約 不負責任地向烏克蘭提供 一些進攻性的武器 令到俄羅斯的領土完整 遭受到威脅 所以他會盡可能 用一切可用的手段 但這種解讀 去到西方就認為 他所謂的一切手段當中 包括核武的 從中我們亦都可以得知 烏克蘭所受到的支援 不只是來自西方的武器 那麼簡單 當中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戰場的情報 對港北約 提供了衛星電子監測服務 預警機、偵察機 以及反巡邏機等等 全部可以偵察的能力 亦都令到烏克蘭軍隊 可以說得上 完全透明的戰場 亦都導致俄軍的部署 完全沒有了秘密 都放在全球面前 並且有些網站 亦都直接地標記出 俄羅斯的部署 就像戰棋一樣 都放在大家面前 而另外我們看看俄羅斯 俄羅斯在戰場情報方面 明顯掌握不足 在戰術方面 俄軍對烏軍在戰場上的部署和調動 情報是缺乏的 最明顯最明顯的就是 俄羅斯的黑海艦隊 是連續遭受到攻擊 為什麼呢 照計俄羅斯應該要一早知道 避免到這些攻擊才是的 很明顯 俄羅斯就是在情報上很缺乏 不僅如此 你明知道烏軍會大反攻 竟然在頓巴斯那邊 俄軍都沒有察覺 當中也可以說明得到 俄軍在戰場上的情報 是非常有限 無論在什麼情況 造成這樣的原因 俄軍都沒有辦法獲得足夠的情報 所以就我看來 單是增加兵力 根本都難以改變目前的被動局面 因為無論你派到哪裡都好 你所部署的士兵 都在大量的衛星偵察機的眼皮底下 見得到的 情況就好像你和對方打麻雀 俄軍就揭開了牌 烏克蘭軍就遮住了牌來跟你玩 你這樣怎樣玩 你排技無論多好也好 你都是一定會輸的 所以單是依靠增兵 根本就沒有辦法解決到情報不足的問題 第二就是俄羅斯的裝備問題 裝備問題我們過去見得到的 是很多老舊的裝備 並且損失了大量的裝備 壞了的戰車 壞了的榴彈炮 他們都需要維修 維修是很依賴後勤方面的 從最近烏克蘭反攻那一役 西方的報道就說 遺漏了大量的裝備 俄軍倉皇逃走 其實較早前也有軍事分析認為 從俄烏衝突的第一階段的時候 已經拋棄了很多的裝備 從那些裝備上 就可以察覺得到 很多的軍車、戰車 甚至乎後勤用的型車 裝甲車、運兵車 甚至乎用來煮飯用的趨勢車 都可以見得到 日常的維護和保養是明顯不足的 這些軍車的跪低率是很高的 再加上 一線的部隊在衝突期間遭受到損失 成為這樣 後勤的裝備問題 更加之令人擔心 再加上 俄軍的後勤補給能力 在過往的報道 我們可以察覺得到 就是他們的補給能力非常薄弱 除了司機不足之外 連燃料都未能有效地送到前方的部隊 也解釋得到 為何曾經有一段時間 俄軍 竟然出現了一段所謂的長蛇陣 就是他們的裝甲車、坦克 全部一致地 好像一條蛇一樣停下來 而可以一停停了整個星期 為何呢 就是因為燃料不足這個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 開著這些戰車的人、士兵 你只能夠放棄他們 放棄這些戰車 好了 今次的動員 他們的後勤需求 會比現在更加之高 但如果他們的後勤水平 仍然和現在一樣的話 對俄軍來說 其實是更加危險的 所以 我就認為 無論俄軍 如何向前線增兵也好 最大最大的程度 就是要扭轉他們的情報問題 和後勤支援的問題 如果這兩個問題都沒有解決的話 你根本的戰局 也不會有任何改變 只會繼續輸下去 所以我自己看來 想透過增加人手 扭轉戰局的話 看法就不太簡單 相信這場戰爭 也在冬天中 會變得非常慘烈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我這個看法呢 無論你同不同意 都希望你能夠踴躍留言 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好了 這節就講到這為止 下節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話題 下節回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話題